今天我们来学习一款小手袋的购法 针法非常简单,全部是用的短针 只不过是入针的位置有所不同 这里扣子我没有装,然后勾了一段小花 缝在上面的 看一下,放手机的话,我这个起的针数小 所以还差一段距离 那下面我们开始 它的起针数是没有固定的数目的 大家起多少针都可以 如果说勾这个手机的话 就一直起变的针 起完变的针之后,对折 看一下,它是不是和你的手机长度差不多 是对折,是对折量 不是这样勾完之后量啊 这样就错了,是对折之后再量 变的针起好后,大家看一下 我们变的针一公分 上面就像小麦菲一样 两根,然后反面呢 有凸起的这个小线 这叫离山 这一行呢,我们要调这个离山勾制 勾制短针 即便的针的话就起的稍微松一点 如果太紧的话就不容易调制 然后看一下 挑后面的一根线 勾短针 大家一直勾到最后 挑后面的小凸起 勾制短针 好,这一行勾完之后 看一下,这就是短针 然后开始勾下一行 勾一个辫子 反过来 反过来还要继续勾短针 那短针呢,我们只挑一根辫子 只挑这里一根辫子 离我们这样看的话 是离我们远的 外面的一根辫子 全部就是挑外面的一根辫子 这样全部勾短针 每一行都是这样勾制 挑离我们远的一根辫子勾制 勾到最后 大家看一下 最后呢,还有一针 千万不要漏勾了 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还有一针 就是第一针 每一行都要看一下啊 最后一针不要漏勾了 我们挑一根辫子 勾过来 这行就完成了 然后继续 勾针绕线 反过来 勾一个辫子针 还是挑 就是第一针 继续这样勾制 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 一直勾到 自己需要的这个宽度 一直重复这样勾制 离我们远的一根线 然后一直勾到 自己需要的这个宽度 如果勾手机的话 就边勾边量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 到了需要的长度 宽度 勾到需要的这个宽度之后呢 我们再缝合 讲一下这个缝合 首先呢 我们要先要分清楚 哪一个是正面和反面 找这个线头 提侦的线头 在我们的左手边 这就属于正面 板支呢 就是反面 在右边 然后呢 我们就勾到 线头在我们左边 勾的这个线呢 在我们的右边的时候 把正面对折 这样 找到 看一下 正面对折 然后大家要勾到这里 勾到线头 这个勾的线头 在我们的右边的时候 然后对折过来 找到这里的第一针 也是挑一根线 把线勾过来 拉紧一点啊 勾一个 锁针 继续调这一根线 挑这一根线 两侧呢 都是挑离我们远的 一个辫子 勾短针 挑这一根线 对面呢 也是 挑外面的一根线 它的帧数都是一样的 如果说你起的帧数是双数的话 它对折之后呢 就差不多 就是一样的 这个呢 没关系 多一针 两针的话 没事 然后大家就这样 这一边 这一片 挑远的一个线 这一片呢 也是挑远的一个线 这样勾短针 一直勾到最后 最后呢 还剩了一针的话 就直接勾一个短针过来 你直接带 最后一针的话 就直接勾一个短针过来 就可以了 勾一个锁针 看一下 反过来 勾完之后 它这效果是这样的 然后呢 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 把这一面 也是从反面 给它勾过来 勾短针 把这一面也勾好 两侧勾完之后呢 我们开始看一下 这个包带 包带的位置呢 也是在两侧 我们取两针就可以 勾一个锁针 再勾一个短针 就是在针台 就是在针台 这一侧 针台 两片勾置的地方 然后就来回 反转勾置短针 然后一直勾到自己需要的长度 勾到自己需要的这个长度之后 我们把它连接起来 和这一侧 那勾置的这个线头呢 也是在我们的右手边 好 这样 把它捋直 然后呢 也是找中间 取中间 把线勾过来 把线勾过来 勾一个锁针固定一下 再继续 在这个 第一针里面 勾短针也可以 勾引拔针也可以 然后第二针 我们对应的包带 第二针的位置 要勾出一针来 勾完之后呢 勾一个锁针 看一下这个小花锅的勾法 环形起针 一 二 两个辫子 勾针绕线 还是在这个圈里面 勾中长针的早线针 一个 要勾出四针来 两次 三次 四 四次之后呢 直接全部引拔过来 勾一个两个辫子 继续在柔圈里面 勾一个引拔针 继续两个辫子 一次 二次 三次 四次 勾一个引拔针 二 三 一 二 一 二 好 大家勾六个 也可以勾五个 也可以勾这个小花瓣 因为这个包包小 我这里呢 就勾三个 拉紧这个线头 然后把这个线剪掉 那一把 还有一把一件 大家也可以勾五个小花瓣 也可以勾六个 这样 缝合在这上面 然后 这个 这个小袋子 这个小袋子的话 非常简单 我就取中间差不多的位置 勾这个辫子针 就从中间开始 先勾过来 压一下 勾变的针 勾 大家自己需要了这个长度就可以 过来 然后再到 回到这里面 勾引拔针 把线头藏一下 那就这样就完成了 小花朵 大家勾这个花朵的话 就可以用稍细一点的线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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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观看